演戏有喜怒哀怒 但人生有它就必定喜怒 人生万变 但有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无论路途有几遥 人生有几多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Jillian 黎秀英 多谢你再次来到我们恩与同路人 活到老学到老 人生要学习的事情真的很多 学习离不开一些专门技术 学问甚至是什么养性移情 或者生活上的兴趣之类 但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摆开的话 有一件事无可否认就是我们身边的人际关系 其实已经足够我们花心思来努力学习 所以听众朋友今次就为你带来一位恩与同路人的嘉宾 他在人生经历里面几十年两代之间的关系 他如何处理真是很值得我们去细心聆听 还有去学习的 好那我们这位嘉宾就是沈太太沈林丽璇 欢迎沈太太 大家好我是沈太 沈太我一点点介绍 她从上海来加拿大 刚刚40年是吧 很长的时间 沈太原本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她的音乐专业 初期来到加拿大 就只能够做其他的工作 那这段时间她还要照顾自己父母 还有丈夫的父母 你当时沈太有一段时间 在医院的cafeteria那里工作 你上班要带着奶奶 可以的吗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讲起来呢 是都有一段故事的 因为我结婚的时候 我当时老爷奶奶在美国 因为我老爷奶就老了 就生了个脑子 所以她就不适合坐飞机 怕对她健康不好 所以就只有我奶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那来了之后 沈太太当时还没退休的 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三月 学校要到四月才放假 那我奶奶就 日头就和我是在一起 那后来我找到工作之后 我奶奶日头就整天一个人在 那我当时是做两份工 因为我的心很希望自己出来之后 可以快点申请我父母出来 我就努力去做工 所以我就三点放工 我就中回家 我就去接我奶奶 去到医院 我上班的时候 我就带些画报 带些什么 那些杂志给她看 那我就上班 break time的时候呢 我就快点去看一看 我奶奶店就买些东西给她吃 或者我自己家里带些东西给她吃 那当时的时候呢 那些同事都笑我说 你都傻的 上班就上班 有没有人带奶奶来的 但是我那个这样呢 至少让她知道说我是想念她的 还有呢 亦都被她觉得没那么孤单 所以就这样 我带了奶奶去上班 你的心真的很好 也都当时呢 真的一个很大的恩典 能够带她回去工作地方 因为你在医院那里做 那奶奶就在外面 在公众地方坐 就是我们做女士 我们说了 婆媳关系 最容易处理的 因为不和妈妈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多一点呢 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呢 你和奶奶的相处 和奶奶的为人是怎么样 我奶奶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老人家 其实我们在上海就已经是认识的 怎么样呢 因为我和我先生是论识 他们的前门就是对着我们的后门 所以自小就会见到我奶奶 但是彼此不熟悉的 只知道这家人是有一个老人家 但是不见爸爸的 因为爸爸在香港 所以就不见到 那后来他们就去了香港了 那就分开了 那当然结婚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呢 我爸爸就送了一句说话给我就是说 他说你对公婆呢 要好像对自己亲的妈妈一样 因为我妈妈就说 世界上讲道理的人是多 当然也都有不讲道理的人 但是当你真正去对人的时候呢 人家是会明白的 所以我就听了这两句说话之后 我就嫁过来 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是不是 爸爸妈妈是基督徒 家里就是基督教 气氛分为长大 但是你跟神那个真正的连结 我们分享一些 其实爸爸是长老 爷爷和公公都是牧师 但是真的老老实实 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的孩子 未必一定会是顺服在神的名下 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因为自从受教育的时候 老师都说没有神的 为什么你们偏偏要说有神呢 我觉得你们信你们 我不信是我的事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中 看到一些牧者 被人斗到 我很记得上海有一间叫 维恩堂的牧师 姓亲戚的戚 他是一个很爱主的老牧师 当他们要打他的时候 拿他的人刀掉 还用那些紫天椒的辣椒汁 倒在他的鼻孔里 那些血是这样噴出来 当时时我就回家 跟我妈妈说 妈妈 你都不要信 我说上帝 如果我受苦神 因为我不信 应该的 但是这样爱主的一个牧者 为什么要受这样的逼迫 神 你都不爱你自己的仆人了 我还可以信你吗 所以我就更加不信 但是妈妈就说 信主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 可能或者会经历一些东西 是人根本预计不了的 但是他要记得神与他同在 我说神与他同在就这样受苦 哎呀 没了没了不用了不用了 所以我头脑就是这样还 都几多年了 自从自小青少年 开始自己独立去思考 这样去抗拒 小时候爸爸慢慢去教会 都是去玩而已 因为怎么样呢 那时候的教堂里面 是有一些彩色图片的 圣经故事就一张张 很喜欢那些彩色图片的 不是喜欢他里面听故事就喜欢的 但是你叫我信就都没入路 所以是这样是小时候有去的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教堂 完全都打烂了 完全没有的了 他都没有了 但是我们家里就有家庭聚会 我爸爸就有招集一些弟兄姊妹 来我家祈祷会 唱诗 几千都被公安局的人 就来审查 喂 你们搞中后活动 是不是好像反共产党那些 我又说我爸爸 我说你好心了 不要唱了 你自己唱就静静地唱 为什么又要弹琴又要这样唱 等于你惹人家来注意 所以大爸爸说 神保守我 没事的 他经常这样说 但是我心中就 哎呀 你信还信 不要信到这样 哎呀 不要了 但是他们是很坚定 爸爸妈妈在信仰上的坚持 还有刚才你讲到 你自己赤身来加拿大 结婚的时候 他送给你的说话 还有你都见证着 他们一直在当时 这么紧张的局势里面 依然坚持的信仰在家庭里面 这样对你是以如目掩 虽然对你年轻的心灵 当时都很抗拒 因为也有外面的文化冲击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临上火车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直通飞机 那么就上火车的时候 爸爸就跟我说 女人女 你离开地上的父亲 你远了 你要离开天上的父亲 近 你就有得救 我心里还在心中 说就没有说出来 但是我在笑 我只有一个爸爸 在天上地下 我哪里还有你爸爸呢 其实他就是盼望 我可以去信耶稣 那么现在想起你 是的 地上的父亲已经走了 但是因为天上的爸爸 爸爸常常都照顾我的时候 我就不怕了 来到加拿大 你怎么样 你终于都 航服在爸爸妈妈 一直里面 很敬虔 相信的这位上帝 说起信主的经过 就是因为我来结婚的时候 这里我没有亲戚的 朋友都没有一个的 那么我爸爸呢 就其实一早已经为我预备 他有一个小学的同学 徐医生 今天移民了过来多伦多 那么爸爸就跟我说 他们一对老人家呢 有时啊 重事 你要去照顾他们 但是他对徐医生说呢 就要跟我传福音 但是我不知道嘛 那么就 老人家就整天叫我们 去他家吃饭 我们帮他买了重事 比如说牛奶啊 米啊 生果啊 那些重事呢 他就一定留下我们吃饭 吃了饭之后呢 就要叫我们去教会的 那么我初初就说 哎呀我没有空啊 徐医生 我没有空啊 但是你推不了那么多次的嘛 那么后来就跟了去了 我的爸爸妈妈是山头人 就是潮州人呢 所以就去了潮州礼拜堂 那么初初觉得很兴趣 因为是讲自己家乡话 就很兴趣 但是他讲道呢 我就不是多听得入 就钓鱼啦 黑眼睡啦 黑眼睡啦 但是呢 圣灵的工作是 不是人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是 有一次报道会的时候 就神的说话 打中了我自己的心中 又觉得自己太有限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 去控制什么 其实你只是控制 不知道一滴水那么多 神的创造 神的奇妙 好像海一样 所以当时的时候 自己有一些坐立不安的感觉 其实是在圣灵的工作 就站起床了 阿沈三人同时跟我也站起床 所以就是同一天 他自受信了 那时候多少岁左右啊 大概都是 我现在是34岁 34岁 应该是35岁 35岁就信了耶稣了 没法解释 仍然一生千种祭遇 牢类透心 可走得到安稳 不问你会否 期待星光半希望 幻化曙光 他走苦同黑暗 没法解释 为何高天的君王 宁愿降生 坚当一切悲传 十架写信 人最显得到宽幻游 值借救人 创生得到解断 浮沉黄边 高低起跌中边缘 谁能预算 风光几个十年 然而平安 因此已在 失调不满 如如尋力 因天 别会尽见 原来信了耶稣 是给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说要活出 我们那个信仰 新的生命 其实都很多功课 放在你面前 例如说 跟奶奶的相处 不过奶奶为人又 非常感恩的 跟我们分享一些例子 奶奶是一个很 和外可亲的老人家 跟她进了他们三家之后 我奶奶就跟我说 她自己做三宝的事 她说她的奶奶 就不登款的 就是不会好住个 哇 我是奶奶 所以她就 过得很舒服 她说我今天 我做了我奶奶 自己做了奶奶 我也都不会登款 就是给你一个很大的 觉得说 哎呦 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 到34岁才结婚 我的同学结了婚 很多 跟婆媳关系 是很紧张的 所以 未结婚 其实都害怕的 不知道怎么去相处 但是我奶奶 这样一说 我就觉得 松了一口气 但是 说就是这么说 要过日子 但是我奶奶就是非常好 因为怎么样呢 譬如说我们结婚之后 睡房在二楼的 你要去楼下 老人家又睡不着 早上很早醒的 那么她起床 她就走楼梯 她可以拿着一双鞋 这样很轻 很轻 怕死躁醒我们 这样六楼的 所以我觉得说 她很为我们来想的 就是不会说 我是奶奶就怎么样 这个是 还有她也都好 叫你 不会难堪 譬如说 举一个例子就是 初结婚的时候 我都不是很懂得煮饭的 你知道我在医院 放了工之后 回去煮饭了 有时急 急得太 或者疫苗又录多了 那些信就走 自己都觉得很尴尬 哎呀 煮了哭了 但我奶奶就会这样说 不要紧 我们吃多点饭 吃少点菜 留下来明天吃 叫你妹妹 她不是用 执给你的说话 她是鼓励你的说话 叫你说 那么下一次 譬如说 我又煮得淡了点 她说那些饭吃少点 送吃多点 这样给你很容易就过去 所以我觉得她很明白 她明白你 绝对不会被你施加压力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 其实是慎预备的 让我知道 其实相处两对人之间 大家彼此的体谅是很重要 她明白我上班的辛苦 我也都知道她老人家是需要照顾 所以突然彼此之间 这样就很和合 除了你刚才说的例子 你带她上班之外 平时日常你怎么对待 或者有一些的 你真的心底里面 很特意为她而做 我奶奶呢 说起来都很好笑的 因为我刚才说过 我们结婚的时候 她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 所以当时我是没有朋友 但是沈先生因为教书的 所以她认识的人比较多点 人家知道她结婚肯定要约 这个约喝茶 那约喝茶 我奶奶就很有趣 譬如说你现在约喝我喝茶 明天早上九点钟 谷仔酒楼 那时候只有谷仔 我肯定要重复一次 譬如说是否明天九点 到了明天不用九点 我奶奶已经三天捉好鞋 又已经捉好鞋 她要跟你再去了 如果我是不近人情 她都没有请你 但是我觉得她一个人 我不可以放下她是OK的 所以她就经常跟着我们 我们可以到边她就跟到边 带着她走的 她又很开心 我们的朋友也很接受她的 那就相安无事了 那就很好玩的 最后过了差不多两个月了 我大伯 我先生的哥哥在美国 妈妈你可以回来了 人家新结婚 你怎么经常在那里 我很开心的 他们又没有说我 我跟出的 哎呀你还跟出的 哥哥就说他 哎呀没有啊 我们很开心的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就相处 哇沈帅你虽然说 以前至少跟他们是邻居 但是你对这位奶奶 你是不认识的 后来慢慢了解 好像妈妈爸爸教你 你去慢慢了解她的性格 知道怎样来到相处 你真的拿捏得很好 还有新婚的时候 都不怕电灯蛋 都带上奶奶去 这个是很可贵 你考虑到 那时候老爷在美国 就是有个病 生悲就老爷就 健康可以OK的就过来 都知道沈帅的老爷 和奶奶 在沈帅来加拿大之前 他们夫妇 在温哥华 已经信了耶稣 都是基督徒 从沈帅分享的例子里面 都看到她奶奶 在品格上 就是滲透着那种的美德 另外我们深相信 你信了耶稣之后 这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你可以回想一下当日 信仰上如何教导你 那个相处 除了爸爸妈妈 其实都是信仰的原则教导你 但是你自己 亲自的体会是如何 想起呢 真的非常恩待我 因为爸爸妈妈 自小对我们 其实很严格的 所以就变成 不敢乱来的 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会去 连想都不会想的 所以只是爸爸妈妈 到底想过好日子呢 还是想过参日子 当然想过好日子 所以我先做好我自己 妈妈都说了 你对他们好像对自己父母一样 如果他不明白的话 我都没有父的了 但是如果我对他好 先做一个自己可以控制的事 其他的事是我没办法掌管 所以神的教导呢 其实是说你效敬父母 也都包括我的老爷爷爷爷都是父母 因为你要爱你自己的先生 他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 所以你要对他们一样 所以我就是这样 那之后你就有机会申请爸爸妈妈来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1989年那时候 加拿大有一个移民条例 改变了就是说 父母可以申请未婚的子女 过来 那我一听就很开心 因为其实我来了没多久 我就想申请父母 但是他们说我年纪大了 不开了 不开 去那里做什么呢 但是这个条例一改变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结婚的 我爸爸妈妈就 后来他自己很好笑 他说我带着我自己的使命 什么使命 完成 就是带了两个小的出来 所以我人生就OK了 那时候一申请就申请四个 爸爸妈妈我弟弟和妹妹 一批准的时候 四个就一起来了 就是1991年 就来了 想象来到安顿 都需要你去照顾的 没有其他特别亲近的人 当时丈夫或者那时候奶奶 有没有什么反应 对你这个安排 说起来我又要感谢我丈夫了 就是她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们初初是两个人生活 简简单单 出出入入 方方便便 但是一里里了四个给我们自己 要多一倍的人 还有她完全没有一起生活过的 我弟弟也是 譬如那时候他住在我们家里的时候 年轻人开音乐 他开得很响 蹦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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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性格很静的嘛 他连说也没有说的 如果不是有些 喂 拜托你开小声点 他连这样的说话也没有 就是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他的包容 又使我可以容易做点 还有有时 妈妈当是爱惜 我那时候不是早上上班吗 那么到了星期六我都上班的 那么我妈妈就算好心 早上呢 七点几就 Daniel 起床了 吃粥了 你知道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的嘛 星期六很不容易可以睡 晚点的 那么他敲门 这个呢就客气 其实人家还想睡 过半个小时又去敲 吃饭啦 吃粥啦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我正在工作 我完全不知道到晚上 我下班回来 我妹妹说 哎呀妈妈真的不痛气 我说干什么呀 她说十早八早去敲 人家们叫人家起床吃粥 那么后来我就说我妈妈 妈妈 为什么你这样呢 她平时的生活的schedule 是那个时候要吃早餐的嘛 吃了之后才睡 吃了还能睡得到 所以一个是口心 但是他不明白人家星期六 其实是可以睡多点的 但是这个从来 连一句说话都没有 所以就变成大家就可以住了 如果不是的话就有麻烦 所以有感恩 神赐给我一个丈夫 是可以有明白事理 若我可恢复万人雪宫 他放下香的说话 读买恶复万人家镜 欧欠众为大连爱心 欧博之悦自悦自患 我默认听我指引 何够从上爱上 唯愿你智下恋命 开启从现爱上 若这身 靠着人各因此 所作的还有限 若有转舍最连爱心 终生可责妙 Daniel 沈先生 当年在大学里面教书 而你当日 你在做两份工 在福特公司里做 神都很大恩典 因为你原本是音乐专业 你到这里 我就知道你不可以做到音乐专业的工作 神都大恩典带领工作 其实初初不是有心做两份工的 因为我在福特做的时候 试用期是三个月 三个月如果好了之后 你可以变成full time 刚刚转了full time的时候 我就很开心了 我就问公司 我说我可不可以写一张 我有工作 证明我可以申请我父母 行行行行 四个working day 我就等了 四天之后 当然快快去拿 谁知道拿到手都未到一个星期 lay off 这封信就没用了 亦都不可以申请了 这样就在家里 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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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就有朋友介绍我去医院做 一早就做了21个月 即是在福特那里 lay off之后21个月 他又call back了 call back的时候我就想一下 我不可以放了医院这份工 如果我放了的话 你一会儿做三个月又躲我 那我变成什么都没有 是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就做了两份工 那我一直做到85年 call back之后做了没多久 福特公司就从Dumhouse 九八号Dumhouse 就搬了来Denison和Burchman 那时因为East General Hospital 在Coxwell很近的 Dumhouse和Coxwell我可以开车 十分钟都可以解决到 但是他搬了来到Markham 我不懂行highway的 所以就不做得两份工 那时要事工的时候 医院的管工还说 哎呀你放了是没机会再拿回的了 我说我没办法 我就算是福特要理我 我都没办法 因为根本manage不了 那我就医院就不做了 是 不过神的供应就真的奇妙超乎 我们所想所求 正如一开始你举个例子 医院这个工作真的好 给你带奶奶上班 另外我也知道 你在医院那个食堂里面工作 你都锻炼到你 我听闻你今天服侍那些老人家 很爽快就能够准备 很多份的餐给我们的长者 漂亮漂亮整整齐齐齐味道好 神的预备 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到的 他最高处我们是低处 他的prepare是知道以后有什么事会发生的 就好像我当初信了主母多久 马英杰牧师要我去服侍老人家 我说哎呀 千万不要 我都三十几岁 人家七老八十 我有什么本事可以 后来马牧师说 不是 你不用怕 我跟你一起做 今天我都来退 但退了之后 马牧师说 你都要试一下 因为老人团契全部都是老人家 就没有生气了 是要有些年轻的下去参考 做律师 其实神就预备了 我服侍这帮老人家 我又当那些是自己长辈 他们又很爱惜我 应该三十八年前 点心都不便宜的 虽然我是几毫子 但你几十个人的时候 就算起来就大了 所以就好似乎 有些新人可以焗饼啊 焗什么 那就学咯 怎么知道学一学 就有兴趣了 那些老人家又开心了 回国头来想 希伯伦团很多老人家 都是变成好像 当我是自己的晚辈那样 可以疼我 是很开心的 其实神预备我就是说 之后我会有四个老人家 因为我明白他们老人家的心理之后 我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去服侍 没错没错 哇 本来我们说 我们的话题讲两代相处 其实跟沈太 聊起来轻轻松松 又将他的人生故事 每个片段用我们来分享 那和老爷呢 那又怎么样啊 他都是病人 我当天都病了很长的时间 老爷呢 因为他是一个抢癌的患者 老爷也都生过瘤 开了刀之后 他美国就没有了 闻不到香臭的 耳朵也都聋了 但是因为我接触的人 我父母那时候都没有耳朵的 所以我不知道耳朵是什么情形 只知道耳朵就是重听 要讲响一点 其实我在上海 去非香港来加拿大结婚的时候 我姑娘曾经跟我说过 他说我爸爸 现在有时说话很大声的 我都不乖 我听了之后就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没有跟他住 谁知相机他们来了之后 都不是一起住 但是我过去他们那边的时候 我老爷说话就有时 好像哀咎那样的音量 你这样一喝的时候 有一次我试过好笑 是只有笑话 一起出去买菜买了之后回来 我帮他们煮饭 煮了饭之后 谁知他是想吃牛肉 但是我心想有几道菜 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吃牛肉 煮了之后我就吃饭了 谁知他又吃牛肉 我以为他学我 以为他骂你 那我就立刻眼泪飆了 但是我又不想让他们看 我就快点进厕所 这个就快点跟进来 就是沈山跟着你 我说你快点出去 快点出去 如果不是他们以为 他们两个人做什么 我说你快点出去 快点出去 他就怎么说 你不用对他们这么好了 他跟谁说 他跟我说 你快点出去 叫你不用对他爸爸妈妈这么好 他想着我哭 当然委屈了 他说你不用对他们这么好的 沈山说你快点出去 快点出去 你来了 一会儿他们会不介意 你快点出去 我洗了一抹面之后 我就出去 谁知我奶奶很会做东西 她那时候 她就立刻在冰箱那里 拿牛肉出来 她从你不煮饭 她说老人家 你吃不早点说 她看我走出来之后 她就说 她是说我不是说你 帮你吃 所以我就觉得 我奶奶真的很自慰 如果他还说 你早上应该要煮 那我是不是火上加油 但是他很自慰 就是说 白一公你说什么 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 他就还拿牛肉出来切 我就从他身上 我学到东西 就是说明明一件事 你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你的心就已经舒缓了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我奶奶是一个很自慰的 真的很难得 但是已经是概括了 你这个息负 是非常之 令我们真的敬重 和欣赏 是一个很好的息负 后来老爷都病了 老爷病 那段时间家庭都很紧张 爸爸也都不舒服 是不是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上帝比我学的功课 是很奇怪 我是没有小孩子 但是带给我是四个老小孩子 老小孩子 这四个小孩子 上帝给我学的功课 我至今都不明白 爸爸病的时候 我老爷就病了 要两个打妈上的 你知道还有两个妈妈的 和他又不是住在一起的 所以我爸爸就来到加拿大 半年之后就中了风 中了风之后就变成植物人 我妈妈 差不多同期 最多差一两个星期 我老爷有病了 我奶奶又要去探望我爸爸 那变成呢 我下班就很辛苦 我就先车了我奶奶去医院 探望我老爷 之后呢就回家车我妈妈去探望我爸爸 但是很感谢神的就是 他们两个都住在Grease Hospital 如果两个Hospital 我又不行了 但是神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巧妙 就是两个可以在同一间医院 不过不同层而已 这样两个妈妈就送了他们去之后 我就回家就快点煮饭 所以为什么你说我可以煮大煲饭 就是那时候就要好像打仗那样 打仗那样煮了之后 我就自己快点吃 吃了之后就分饭盒了 分四个饭盒 为什么要分四个饭盒 因为妈妈 两个妈妈都没吃的嘛 我送了他们去之后 我自己回来煮了就吃了 但是要送一个饭盒给我妈妈 一个就给我奶奶 之后呢 还有两个饭盒 就是明天 招到我奶奶 做早餐和午餐 所以四个饭盒 那么两个妈妈在吃的时候 我就探望两个爸爸 我有时候可以探望 因为我放下他们送了之后 我就走了嘛 我没有上去看 但是他们吃饭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两个爸爸 那么看了之后 他们吃完的了 我也都探望了 那么就车了那个奶奶 先回家 之后我送我妈妈 回来家 哇 周到 没有怨言 哇 这段路 走过来都不容易 那爸爸后来 就病了两年多 爸爸两年零七个月 就离世 而老爷就 差两个星期 两位老人家都送走了 对啊 连币业管的人都说 Don't tell me somebody's from my home 我说是我的父亲 都不舍得了 我不舍得了他们 我不舍得了 那之后你还要安慰两个妈妈 就是了 其实自己都伤心的 爸爸又没有了 女儿又没有了 还要安慰两个孤单的妈妈 哇 所以都是很不容易的 这段路 这个十三年 其实现在回国头里想 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我不是有神的话 我没有办法走下去 就算既有曲强学习等候 困境中总有你出手 十家的牺牲 让我看清看透 让我有勇气继续走 年你独生只都及我 让我自动 每日因点而足够 有没有试过一些心态 很乏力 很疲累的时候 你怎么样 又撐过来 深感情愿的又撐过来 因为实在是太stress了 之后就 三重早博 跳跳一停一停 跳跳一停一停 整个人混 因为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都不够 但是 是很感激的 就是说 在这段时候之中 我从来没有说不侍奉神 因为我觉得 每一天都是神秘的 那些大兄姊妹都很爱惜我 特别那些老人家 到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好记得 我第一个小孩 他要捧着爸爸的照片 今天 沈先生身体不是这么好 但是那些老人家 我都已经请了殯儀馆的人 副官了 但是那些长者 你想想想 跟我怎么说 三大兄姊妹都没有什么机会 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表达 他们一定要副官 我真是感动感动的 我说你们这班年纪 怎样可以叫你们做这样的事 但是他们表达的爱意 我领受 所以我觉得我更加要是奉神 不是 神人一年实在太多了 神摆在你生命里面 何止这四位的长者 还有你三十多岁 开始服侍这班长者 很多老的小孩 他们直到现在 都记得我 但是我们都是同一间教会 那些老人家直到今时今日都说 我们很记得你那时候做团长的时候 我们很开心的 一起唱诗歌 还有我们有罪餐 我会自己先去吃 吃了之后 哪一间大件急底吃 我就先带他们去 那些就很开心 因为怎样呢 不是每个老人家都可以 负担得起 譬如你有养老金 那当然 有些家境好些 那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为大家想的时候 我就会自己先去吃 心带你就是 西微之处 得体 和怎样固存大局 有照顾一大盆 我都说 那时候初期的时候 你知道 香港很多移民过来 但是真的 其实老人家是很孤单的 那我就想起 哎呀我自己去玩 不如带他们一起出去玩 不如带他们出去一起玩 我真的 现在想起来 我真的很有膽 我包一架巴士 带着五十多个老人家 那样出去玩 又不懂得买保险的 你不懂 你不懂 保守 我说 萬一有哪一个老人家 跌一跌 或者有什么事 我怎么背得起 神就知道 我是无知大外国 他看过我 现在回头来 想想想 真的很好玩 那又带了他们 又去了美国 又去了波士顿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真的很好笑 心身不单止胆大 其实那个爱心 好笑 那个爱心更大 那个爱心更大 是好 又好好玩 想一下 你说如果不是神看顾 是的 真的不可以象征 今天我反而害怕了 是的 你那个这么大的爱心 不单止带给这些长者 欢乐微笑 你真的很重要 把握机会 把福音来带给他们 你不知道 就是这样的安排 感动了多少人 把多少人带到神面前 沈太 你34岁 来到加拿大 结婚 虽然和沈先生是认识的 当年是邻居 是 那个恋爱故事 为什么会去到34岁 你才过来和他结婚呢 因为他呢 就 全家那时候 先前后 都去了香港了 他是 最后一个 剩下他一个 今天呢 那时 大陆有一个政策 就是last member 他可以 去家里团聚 那他跟我开始 戀愛的时候呢 就 当然不可以结婚的了 因为 你结婚了 你有老婆照顾 你就走不掉了 那你要让他走 是 那他 他离开上海的时候 是1966年3月17日 他 初初认识过 最多两年 回來和我结婚的 那 我心想 好啊 兩年 都容易过 谁知道 他走了三个月 都未到三个月 两个半月 五月底的时候 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了之后呢 乔武办公室就封了 封条就封了 没有了 那之后呢 又打击那些 凡是有海外关系 这个是海外了嘛 那所以呢 又大学又不准说谈戀爱嘛 什么门都关了 他又不进来 我又不出去了 那呢 也都没有乔武办公室的了 那唯有 可以做的就是通讯的了 其他就没有了 因为又没有飞机可以飞 他那时在香港 珠海书院讀书 那麽就 靠通讯 到了1968年的时候 他就去了 Ottawa 卡拉登 University讀书 更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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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有直通的信件可以飞机飞的 那所以我们的信件全部是香港中转的 就是我的信就寄去我姨妈那裡 我姨妈呢就帮我转去 多伦多 她的信就寄给 Good night Good night就转过来给我 那麽其实 我们都知道 文伯大革命的时候 那封信我没收到 公安局已经先收到的了 那些查理全部都看过了 是 这个是唯一 可以联络的方法 那到最后一九七零年 七一 他就 他就来到Toronto University那裡上班 那之后 偶像我们都有通电话的 但是那时候呢 上海私人电话都很少的 是有一个公用电话 就是有一个地方 是明白 你去叫 哎呀你外国电话 你嚇到我死 不可以讲的嘛 你有海外关系 那时候好像犯罪那样的 很敏感 那还有呢 我有个朋友 在长途电话局做的 他跟我说 你讲话小心点 全部是录音的 所以你 很多东西你是不可以讲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样我们的联络方法 已经成几年了 政治环境各样的事情 有没有办法 实践他的诺言说 回去和你结婚 拖下去怎么算呢 那时候 他心里怎么想的 那时候心情是很低的 低到那些同学加勢了 儿子又生了 我是很渺茫的 因为很烦 很多人跟我介绍 我唯有一个藉口就是说 连我妹妹都嫁了 唯有一个藉口就是 我是普独身主义的 我不嫁的 封了到门了 要不然你就犯了 你就很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U of T 就是有同学会 中国同学会 就收了很多学生的 人家都会问他 喂 Dr. Shum 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结婚 他都会说我有对象 那时候 连我奶奶都不相信 那时候 后来我奶奶就去了 温哥华 在那边做生意 他就在多伦多 你知道 每个都结婚了 这个儿子还没结婚了 有时候过来探他 怎么样 你有对象没有 有啊 为什么不见 就来了 就来了 又这么过一年 怎么 就来了 就来了 变成朗里了 朗里了 就不相信了 到后来我真的来了 我奶奶都不相信 以为是假的 一直到我到了香港 我姑奶亲自打电话 被奶奶说 现在在我那里 我叫她跟你说话 这样她才相信 所以 我们两个人就是 十二年没见过 你来那时多少年 19… 1978年 1978年 3月17日 足足十二年 期间都有一个 很有趣的事 就是家里不明白你 早期都会和你安排 那些相亲 相亲 那行啊 你初初推堂不了的 那时呢 是 因为你没办法 推得太多 你不去见也不行的 今天好见 首先有一次 就见到有一个 没办法 那就要 好了 我就和她 运回了一次 第二次 第二次呢 又运回了 今天去了两次 怎料呢 我就收到沈生一封信过来了 她说 我知道你现在和一个人走着 但是呢 我相信 你如果是属于我的呢 你就和那个人断了 那我自己就很自责了 自责到 不知道为什么会量心 自己责备自己 发烧 我从来很难发烧 烧到四十度不退 哇 吃肉都不退 那时呢 我就开始 心猛 就骂我妹妹 不是 骂我一个好朋友 我说 都是你 肯定是你去通风报信 不然她 哪会知道呢 除了你知道 还有谁 她说 她都被我骂到 一头没烟 你干什么怪我呢 她说 三位我妹妹就 姐姐你不要骂她 她说 那封信是我写的 啊 我自己妹妹通风报信 怎么搞错 我妹妹就说 因为自尊哥哥实在太好了 她说 我不想和她通风报信 你当然被第二个拿走了 所以 我不舍得她 不拿到你 所以她要通风报信 那就没得说了 我自己是 都执备自己 不是她不要你 为什么你可以去见人 所以我就和那个人断了 见过两次面 哇哇哇 这个十二年的等待 真的不简单 回头看好像一眨眼就过了 但是中间里面那些的心情 就是唯有你们自己 才知道那个滋味 但是神预备 那时已经很无奈了 还有 申请到的这个过程 都是很艰难 因为公安局 一个星期只有三个小时 给你申请 星期三下午 两点至四点 今天我是正在上班 你两点我都没下班 我去到那里 因为人家派了一堆 我又拆不了下去 今天我爸爸就帮了很大的忙 我爸爸呢 就吃完饭 吃完午餐 就拿个小凳子 就去採光国民扣 你没下班呢 他就常常跟人家调一调 调一调 到我一到 我立刻可以进去 其实进去呢 也都明知道是被他罵的 因为大陆是不喜欢有海外关系的 所以去到那里 每一次都是对你 扔台扔灯的 吵的 这么大的中国 为什么你不找对象 你找在外国 今天那时年轻 被你经常这样吵 很激起 那一次我就拼嘴了 我说 你听清楚啊 我不是在国外找回来 我在这里找到 为什么你放他出去 他又想不到我 会这样打他 他说 我警告你 你如果这样 我就不批准你 我说你不批 我 我终于申请 他说 你凭什么资格申请 我说 我是中华公共 人民共的公民 为什么我不可以申请 他说你申请你 你不要忘记 你在我手中 哇 这句话醒醒了 是啊 我真的是在他手中 他要我贬就贬 要我圆就圆 我说你如果是不批准 你静静的 因为我不让人知道 我有海外关系 你不跟他打招呼好 你打了招呼 死了 从个航口那里 一路和你 海南拉选 你去加拿大 排不准 死了 全部等于公开 叫你不做得人 这样 长话短说了 终于都获得批准 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 当初我记得申请的时候 妈妈爸爸还有家的工人 每天帮我跪着在那里祈祷 我还笑他们 我说你这个上帝 扣到这样 我说你膝口的跪难了 都不听 这样的人还可以信 不信 我说什么时候都给我去加拿大 我就信了 我妈妈说 阿神你要输 我女儿要考出狂言 她犯罪 我犯什么罪 我按照事实 那时候压叉叉 我妈妈还说 人家代祷是重要 但最重要是要你自己祈祷我 我就不契契 我等到什么时候批准我去 但真的来到金日帝 那时候我初初都没有信 你说了批准你 所以人其实是很坏的 但是现在回头来想的时候就是说 其实神的timing 不是我们自己的timing 这是第一 第二 圣经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见证 也都有不同的苦难 其实神是透过苦难 磨练你 其实变相其实是一种祝福来的 原来等待是不容易 但是等待 在那头等待 是神在那里掌管住的 所以当你自己回头去想的时候 其实每一步 他可以到十二年都不批准你的 为什么又会轮到你文化大革命 一结束你 就第一批就可以走 很多人眼红到那时候 比登天 为什么他又会轮到我呢 其实神是一直看着我 但是当不信的人 他就会知道 十二年浪不浪不浪 最青春最宝贵的时候 没了 但是就因为没了那段时候 所以你现在得到的时候 你更加珍惜了 这个才是宝贵的 所以神的磨练就是这样 叫你成长 无论人有很大的难助 无论如何 但是神要去成就的 你这十二年的等待 和在申请过程里面 那么多的刁难 是吧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 但是神都将你 带到你加拿大这个地方 是 还在你过去那么多年里面 真是活出 就是神女儿的那个见证 我们很感恩 而你在两代相处之间的经历 和心得分享 都给了我们有很多的啟发 还有难得的机会 听到沈太和沈先生的 动人心言的爱情故事 来到我们今次你的分享 尾声的时候 都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最大的秘诀 其实你人生里面充满了爱的 丈夫之间和你的爱 你和奶奶老爷 爸爸妈妈之间 都是一个爱的关系 可不可以和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上帝给你这个爱 其实神先爱我的 我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子 我又何得何从 就是其实现在想起我未信主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爱我的了 但是我自己不领会 不是等于他不存在 所以当现在回过头来想的时候 我后悔自己信得太迟了 如果我早点信我还可以 或者还可以多些机会侍奉 但是现在再想起 也都不要算太迟 因为还有机会 我只要回一天 我就是神秘的恩典 所以把握机会 永远归神 因为是他给我有健康 我才可以侍奉 他给我有少少的恩赐 我才可以拿出来 好 多谢 多谢沈太 听众朋友 都多谢你 细心来听我们今天的分享 深盼望沈太 他怎样经历的反叛 终于跟神的连接上 还有神怎样安排他人生的每一步 都是预备他下一个阶段 怎样来形容出来 还有正如沈太所说 他真是见证神的恩典 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 多谢 你真正活过 从来未尽用 我因此 甚至你人 有许多 回头望过去 一生的经过 唯有你的火 光照路途每一步 去冲破障碍有波落 如若没有你 今天不知道 怎么可有我 如若是不知 去闯不知 功与针 去可挡 期望用我有一切的仁慈 为你去作光 不理路途时间距 全为你去抚光 让我生能为人 送予永活盼望 让我口全万民 摘美远达四方 让我生存为神 每周每夜去宣慌 将一生交给主努力更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 打电话来和我们聊 我们的电话是 416-788-3322 单凭外貌 如何去断定丑或者味呢 但人生有它 就必定有真善味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 永远都不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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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可以 面向是 感谢观看